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欢迎收看海洋频道 台风秋苔来了 而且路径每天都在变化当中 本来是小犬恐变风狗 台湾要小心了 它的路径好像直扑 东部跟南部去了 会不会再做修正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路径会是怎么样呢 小犬逼近 台风的名称叫小犬 台风小犬持续增强 且路径北修 台东往返南雨绿岛克伦 今天中午后到午日都会停航 已经开始了海浪变大了 上午约1500名的游客提前返台 看到没有络绎不绝的人潮 物流业者忙着运捕民生物资 所以像琉球跟南雨台东绿岛的船只 会停到10月5号 今天是10月2号 今天刚刚连假放完 就是中秋节的假期放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好 台东往返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 10月2日中午起10月5日 台东往返南雨及后壁湖 往返南雨的船班全部都取消 好 这些取消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来接下来 中秋刚过小犬就来 你看喔 这个呢 就是涂在这边 台湾如果这样 他这样走的话 整个台湾都会被笼罩在整个的蜂狗 不是小犬 我觉得他会变蜂狗 因为整个台湾都被他 整个掩盖了 看到没有 如果万一是这样走势的话呢 往上北修的话 那连台湾的北部就是台北 基隆 宜兰 都一样要在暴风范围以内 希望呢 这个暴雨不要太强 真的太可怕了 好 那接下来 影响台湾的时间呢 中度台风小犬 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 好 预计海景呢 2日今天的深夜到3日清晨 就会发布海上警报 预计入警的话 路上警报 明天的下午3日 10月3日下午至晚间 4月6日最为接近 影响最显著 那就是说3日4日到6日 那就是说 礼拜二开始 今天是礼拜一 10月2号是礼拜一 那3456 那所以呢 2 345到礼拜五之前 这个影响最大 如果他整个笼罩在台湾 很怕就是什么呢 暴雨跟涂石流 还有呢 啊 这个台风来的真可怕 希望他不要进来 但是又好像看起来很难 所以呢 你们可以在下方也 我提示大家 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准备一些粮食 准备你的招牌啊 哩哩哩哩的东西 真的要小心 好那接下来 小犬恐变二犬 根据金城呢 欧洲呢 矽极数值预报显示 小犬台风路径预报 不到48小时 已经向北修正 调整300公里 非常严重 300公里 所以他一直往台北方向在修 有机会 继海葵台风以后 成为今年第二个台风中心登陆的台风 我们台湾有可能是呢 除了海葵以外呢 这是第二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我们已经有五六年 大概四五年的时间没有登陆台风 但今年一个海葵台风 也有很多地方满目疮痍 那我们要真的要小心 第一个就是暴雨土石流 还有呢 我们的交通 以及呢 所有的居民的安全 很怕就淹大 所以海水倒灌 来接下来 低洼地区要更小心 丑坡路景区 周二的10月3号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仍是东北风环境 大台北基隆北海岸河宜兰 会开始转变为下雨天气 下半天开始花莲台东也会慢慢开始有雨 预估周四呢 10月5号凌晨左右 在恒春或台东登陆几率最高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真的务必要小心 好 那接下来呢 部落偏逢台风雨 台北市建案呢 基态大石施工不良 波及周边的住户们 还要担心防台的问题 那临近低地的乳林园百户社区 墙壁地板楼墙有不少裂缝 导致滲漏水问题 一名住户表示 现在台风毕竟他很担心 爸爸半夜还要起来抽水 你看到没有 这是家里面要抽水 要准备抽水马达 那要不然就变成水箱折果 如果一楼的店面更要小心 万一淹大水 那你的货物啊 在地下室的货物啊 真的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真的常常讲说 地下室真的蛮恐怖的 一淹水 我曾经被淹过一层层的地下室 那我刚开始回来台湾的时候 住在天母 那个整个地下室 简直就是满目疮痍 顺失惨重啊 好 那接下来呢 仿寮呢 养殖业加紧防台 目前在屏东仿寮乡呢 养殖业者开始防台准备 这里的鱼种包括 龙胆 石斑 五载 鱼等 有过今年7月杜苏瑞和8月的苏拉 台风的惨痛经验呢 赶紧固定鱼温的水车 以免被强风吹断 通时检查鱼池的水池 尽可能降低损失还有农作物 我们上次的海魁台风呢 才让我们的农作物损失很多 而且菜价不断一天就上扬好几倍 一颗高丽菜来到300块 真的很吓人耶 所以农民也要小心 如果你家里是务农的 请特别要注意 那中修节过后 秋胎是很可怕 你知道秋胎通常都会 还会有回马枪 很吓人就是他 走了又回来 这太可怕了 好 房台的准备要做好 住所未处地挖地区 或靠近河边海边需 特别注意淹水 河水泛滥或海水倒灌 应及早牵制地势较高的地区 将居家环境周围的水沟清理干净 以免大量降雨造成堵失淹水 为防止山崩 道路摊翻或土石流灾害 山西居民应尽早疏散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房台的准备 治养家庭加蓄业者 应加强蓝色构造 或将动物移往安全处 避免严重损失 建议取下房屋外 庭院内的各种悬挂物件 花木则应以支架保护 并修剪树枝 悬挂在屋外的看板 招牌应取下或丁牢 以免被墙风吹落 这是真的要非常小心 居家房台的措施也要做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先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以免他们也遭受无望之灾 关闭非必要的门窗 加钉木板或胶带 检查家中各式电路 瓦斯管线与炉火 以防火灾发生 备好蜡烛手电筒 防范停电 准备数日充足的储备干凉 饮水以免停水或无法开火的情形发生 万一这台风肆虐个两三天 我们就惨了 接着下来还廉价 廉价四天是吧 太可怕了 那就不用上班了 来 接下来 好 范台物品的清单 三刃份的食物跟水 紧急用品 常备药 证件银本 若干现金 手电筒 收音机 电池 预含的衣物 毛毯 暖暖包 粗棉手套 轻便雨衣 瑞士刀 哨子 钥匙 有孩子的家庭 奶粉 纸尿裤跟奶瓶 都要准备好 好 这些呢 请take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想呢 台风来临真的是很令人头痛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开心的是有下雨 我们的水库就会积满了水 就比较不缺水 但很怕就暴雨 而造成更大的影响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 强风暴雨之下呢 防射呢 还有低洼地区 山上的那些呢 很怕就吐石流 而且因为台湾的地震频繁 所以呢 吐石都很松软 你看喔 现在全球喔 纽约的大水吓死人了吧 那个灌爆了整个的纽约的地铁 吓死人 好像泥加拉瓜的瀑布一样 所以呢 希望大家真的要做好防台准备 好 所以呢 今明两天就开始呢 赶快呢 检查你的门窗 还有你的招牌 还有呢 你可能住在低洼地区 你就要有备无患 如果真的住在山上的话 房舍又是老旧的话呢 就尽量不要住在家里了 细软宽宽的 把那个重要的证件带走 还有呢 把你的现金啊 还有银行的存款部啊 都带着 先去住旅馆吧 好吧 以免造成太大的灾害 如果发生了路上 就开始要发路警的时候 路上警报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了 谢谢大家 给大家呢 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吧 希望大家自己要把自己顾好了 谢谢你们 帮我按赞分享 再订阅下小铃铛 找到他 做个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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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